燕王自始至终别过脸 不肯看那尸体一眼 他立声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一眼看到孙柔宁 面色一沉道 莫非又是你 欧阳暖怜声道 王爷 不要误会 一切都和大嫂没关系的 事不知为何 这里会突然着火 燕王面色铁青地说 张管事 你来说 张管事吓得脸色都白了 连忙道 王爷 今天晚上风大 职业的人发现安踏院突然着了火 奴才便派人去通知了世子妃 另一边赶紧带人来救火 后来 看见大公子抱着孙氏出来 燕王皱眉道 可有其他可疑情况 张管事说道 王爷 府里大门一入了夜 就都是上了锁的 一般人不能轻易出入 奴才带着救火的人赶到的时候 安踏院的火已经把半边天都给烧红了 奴才奉命一边带着人去救火 一边封锁了院子 料想着 若是有人纵火 那是绝对逃不出去的 可是最终也没有什么发现 奴才猜想 可能是职业的丫鬟因为太困了 睡梦中不小心把烛台打翻了 台灯引燃了蒲盖 障慢等雾 才导致了这场大火 再加上今天夜里风大 天气很干燥 等到大家从梦里醒来时 已经不能逃出去了 于是 才会演变到如今这个地步 欧阳暖摇了摇头道 刚才可统计过了 决定伤了多少人 张管师忐忑地说 呃 除了大公子 还烧死了两个丫头 一个妈妈 其他人因为在外院伺候 所以并没有大碍 就在这时 萧重华快步走过来 说道 红玉 扶着世子飞回去休息 红玉也不敢催促 硬了一身后 就眼巴巴看着欧阳暖 欧阳暖回头看了眼孙柔宁 他的神色已经完全平静了 便招了招手 让人将孙柔宁带回去 做完这件事 他又看了萧重华一眼 却见他目光沉沉 看向那黑漆漆的安太院 一言不发 看起来神情十分害人 欧阳暖摇了摇头道 红玉 我们走吧 有的时候 让他一个人冷静一下 会更好些 欧阳暖回到自己院子 早已有人在院子门口等他 细细一看 却是沐红雪 沐红雪是个聪明的人 知道自己身份特殊 跑去看热闹实在是不好 便在这里等着欧阳暖回来 欧阳暖也没有什么心情应酬他 只是简单地解释了一番今夜发生的事 便把江信江仪的沐红雪打发走了 随后欧阳暖重新脱了衣裳回到床上躺着 却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中不由自主想起沐红雪刚才说的话 你觉得这场大火只是意外吗 你可知道 当初驿馆的大火 也不是意外 而是有人故意为之 就是为了让我名正言顺地住进燕王府 说不准 你们这位大公子就是被人杀人灭口了 欧阳暖叹了口气 是啊 萧崇军明显就是被人杀人灭口的 他能逃出来已经很是艰难了 偏偏还要带着孙柔宁 这怎么可能成功呢 那背后之人也真是心狠手辣 萧崇军本身也没几天好活了 为什么还非要这样做 而且对方选择的时机 还这样凑巧 刚好是在萧崇军 可能会说出那背后之人是烧死了他 还真是叫人不得不怀疑 只是怀疑归怀疑 欧阳暖不能当着沐洪雪的面说 因为他从对方眼中看出了恐惧 沐洪雪在害怕 欧阳暖觉得自己不能再加剧他的恐惧了 所以他什么也没说 只是安慰了几句 便着人送他回去了 直到半夜欧阳暖才睡着 这一睡就到天色全亮才起来 欧阳暖问洪遇到 昨夜世子没回来吗 是 奴婢已经派人去问过了 世子彻夜都在安排善后的事 让大公子入殓 安排灵堂 布置丧事 欧阳暖点了点头 听到外面云板被敲了四声 在大利朝的规矩 祭祀或吉祥的事敲三下 丧事敲四下 被称为神三鬼祀 这样看来 燕王府已经开始向各家报丧事了 他便对洪遇到 帮我拿件束缚来吧 刚走进来的方嬷嬷听了 连忙道 小姐 您还是别去了 为什么 方嬷嬷一是怕着梁 二是怕丧事上小鬼太多 容易害人 不过这话 他不好在欧阳暖面前说 只是道 主要是怕小姐有身孕 来回奔波 太劳累了 欧阳暖不是不听劝 只是目前燕王府没有女主人 若是连他也不出面 那就太过分了 别人也会觉得燕王府 过分刻薄这个无辜的数字 再加上他只是怀孕 并没有别的不适 现在能吃能睡能走 何必成天在床上躺着呢 所以他便吩咐洪 为他穿好了衣服 做好了准备 他到了大厅 灵堂已经布置好了 陆陆陆续续 来了不少客人 见到欧阳暖一身诉服 便都过来打招呼 欧阳暖一边让人去陪客 一边问张管事的 出殡的日子定好了吗 张管事的 王爷请了青天见的人 说是已经算好了出殡的日子 准备停灵七七四十九日 太子得知这件事后 就说不能这样随便办了 特地请了很多和尚 道士 设谈念经 萧炎怎么会这么好心 欧阳暖微微醋眉 继续道 还有吗 张管事道 太子殿下说 这丧事不能马虎 还特地送来一幅 甚好的棺木 哦 萧炎连棺木都送来了 未免太殷勤了点 欧阳暖心道 也就不再理会这件事了 就在这时 欧阳暖看到萧崇华走了进来 他一身诉服 面色倒是还好 欧阳暖知道 他已经缓过来了 情不自禁就松了口气 萧崇华转逃对张管事道 那些无辜被烧死的丫头妈妈们 多给些银子 给他们的家人 好了 你先下去吧 张管事连忙应答 小心地退了出去 萧崇华看到大厅里没有外人 才对欧阳暖道 这件事不是意外 而是有人故意纵火 欧阳暖点点头 他们是一样的想法 这么多年来 燕王府从未有过这种事 别的地方不烧 偏偏烧了安太苑 还偏偏是选在这个敏感的时期 你准备怎么查 现在什么都付诸一句了 再查只怕也是十分的艰难 我让人将安太苑从上到下仔细查一遍 我相信 若是人为 定会有蛛丝马迹留下来的 好了 我也累了 我们一起回去休息吧 下午可能还会有不少客人来 当下 两人便一起回到了贺心堂 但是周二部 稍妙